然后 刚才开门之前 你是不是刚刚哭过 该不会是看见什么熟人死了 谁死 我爹病重 他满身酒气可不像是病重的人 就是因为他病重还喝了酒 我很温馨 这也说得通 你和他的丁 tara 站住 大人 你往后来 退一趟 来 果真如此啊 如此什么 我一直听人说 锦衣卫大人 那是马蜂腰 螳螂腿 人才武功 那是万中挑一样 今日得见 果真如此 算没有眼光 茶水未免 走了 你姓什么 姓孙 明日想请你喝茶 情怀河畔听雨萱 过了卫生 我就不当班了 好倒是好 只是 我爹病重了 这铺子里的事又多 我怕忙不过来 母娘 那只弩箭我看见了 明日情怀河畔听雨萱 别忘了 我等你 我等你 过来 你可别说 你可别说我有好事不想着你啊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你今年也快十六了吧 这要在外边啊 又该有娃娃了 没得许人开心呢 别走 你就会满嘴胡气 要我姑姑知道了 一顿鞭子打死你 嗨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呀 你要想一个人活到了 自己去南三所看一下吧 看完了还不想的话 那我可扭头就走了 就当 这话我今天没说过 来 该你了 来来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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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有五万 不对 我出错 你这牌打出去 可就不能收回来了 就出张牌嘛 不收就不收了 你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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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拔吧 什么呀 今天晚上啊 让金宝陪你吃对神 还吃对神呢 我看哪 给你挠痒痒还差不多 好 来来来 五万 该你了 六万 你还吓死我 你啊 看什么看哪 瞎了你的狗眼 我曾蒙太祖高皇帝 零星过两次 你呢 他谁呀 胡尚仪家的丫头 胡善祥 刚生了个小官 浑身骨头没有四两重 不骂他还不老实呢 皇上回宫了 一个个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 皇上睡觉轻 浴前行走 脚底下要包布 换衣局的来了没有 来了 皇上是个百战的勇将 他穿铠甲 里面喜欢棉麻的袍子 你那些硬渣渣的料子 就不要盛上来了 反复在锅里蒸过 衣服要像你的脸皮一样软 明白吗 明白了 住在宫里的都是主子 有什么话都给我咽回去 要是我听见你们在外面 叽叽喳喳 跟宫外乱传闲话 我谁也护不住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啊 各自忙去 是 姑姑 大白天见着鬼了 我路过南三所 看见一只老东西 吓死我了 凶巴巴的 是 知道他们是谁吗 太祖时候 就在这儿当职的宫女 再过二十年 我要是侥幸没死的话 也会和他们去斗牌 诸心之论 我就说说你自己 太子爷嘛 太子爷和汉王爷 在里面吵起来了 您就别往里凑了 刚回来就吵 今天就为了什么 奴才不敢听哪 太子爷吩咐了 别让外人进来 谁都不行 诸心之论 诸心之论 小人眼中无君子 谁是小人 谁是君子 你赢 我说的就是你 大哥 我们刚一回来 就被那些近代之义 逃出去的余孽子杀 老二 这天字第一号案件 你怎么不查啊 我 你想干什么 还是你心里 就存着要为那些 余孽留分寸的心 老二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留什么分寸了 之前宋高宗杀了岳飞 他孙子不也是等到 宋高宗死了之后 才犯案的吗 等到爹百年之后 你当了皇帝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现在留下分寸 将来是以人证 这也是一步不错的棋呀 我说 我说 二叔 我说是谁 怎么搞了一身 飞鱼服穿上了 是我爹 让我去锦衣卫里 直接查案 省得被人蒙蔽 蒙蔽 被谁蒙蔽 此次爷爷遇刺 这么大的案子 我怕有人牵扯其中 牵扯到谁了 我倒想请教请教 侄儿不敢 其实 是侄儿有一事 要向二叔请教 二叔 不 侄儿听说 此次护驾成功 是二叔手中的密探 提前收到了封声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封闻 都是封闻 封闻可不行啊 这事必须得查清楚 省得我爹叫人误会啊 恳请二叔把人交给我 带回锦衣卫指挥所 聊上几句 你过界哪 二叔如果觉得 侄儿身份卑微 那侄儿 只能启禀圣上 御前亲神了 你好好查你的案子 怎么把你二叔 当犯人问上了 别闹了 别闹了 你开开 开开 你这 连这孩子都对我 无法无天 你眼里还有我吗 如果你眼里没我 那换句话说 你眼里还有皇上吗 老二 你大哥我办事 无愧于天 爹也不会对我多心的 我敢对天发誓 我 传圣上口谕 太子爷接旨 爹 快点 问圣公安 老师 圣上口谕 招 自朕离京之日起 太子所批复之奏折均报 一概取来 朕要查阅 侵此 儿臣领旨 太子爷 面京 想来 大人 陛下不会难为你 一定是听了有人夸奖 要好好看看太子爷的政绩 高兴一下 奏折都在奏事处 我带您去 这个不敢 我们已经去了 把所有的奏折都搬走了 皇上一再叮嘱我 太子身体不好 就不要劳心费力地跑了 另外 皇上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 还望太子就在府上安歇几日 已被皇上随时问证 大哥 起来吧 好了 好了 我说走了 来 来人 我都累成这样 爷儿 你爷爷还是不许我呀 我这太子也不当 我让怕当 儿儿啊 咱们回顺天 回顺天 好凉 我去脱绻 我去脱绻 脱绻 你再说 我去脱绻 冰箱 には 好凉 这是 你还没想到 这段时间 你能够给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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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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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和尚 老和尚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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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女儿 回皇爷的话 若微是静难遗孤 当年我落魄的时候 与他的父亲 在西山有一面之缘 他给我银两让我从军 静难被图之日 再遇恩人 天良发现 便救了这孩子 一粥一饭 永泉相保 你很有古人之风啊 谢皇爷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 可静难之役后 官兵搜捕得紧 再加上几衣卫的鼻子 比狗都灵 后来 蒙建文皇帝的旧臣 出手援助 我们才平安到达福建 住在了武夷山 若微从小与遗孤一起长大 上个月 派我们九人前往京城 协助这次刺杀行动 属下无能 让皇爷失望了 小姑娘 这十年间 这十年间 你都学了些什么 回皇爷的话 我学了些拳脚工作 但是实在很差 先人说你身体不好 你就学医吧 可是我实在记不住药明 又认不准学道 让皇爷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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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 小女梅上梅下 可无遮蔽 本来嘛 很好 这孩子倒也不作为 心口如衣 甚至难得 这样 小姑娘 我赏你一样东西 我爺爺把他御驾轻征期间 我爹批岳的奏折 还有军报都拿去了 这事您知道吗 知道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爹他都哭了 让让着说 这太子业我不当了 这太子业我不当了 怎么劝都不听啊 转脸回屋就写奏折去了 老和尚啊 来来来 我给您跪下了 打小我爷爷让您教我读书 说我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问您 这次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 告诉我该怎么办 坐这儿 你爷爷最大的心病是什么 如果他的至亲骨肉 把天下从他的手里再抢走 你二叔啊 他就是掌握了这个心理 所以 才把你爷爷的疑心病 给激起来了 脚逼你还说 说我爷爷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 我爹不许出太子府半步 这不就是软禁吗 辛苦了这么久 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真叫人寒心哪 你二叔心思缜密 这一点像极了当今的圣上 而你爹指人证 这一点 补足了你爷爷的缺陷 所以他也只有怀疑 却不会对你爹做什么 但是 有八个字 你要告诉他记住了 问心无愧 少安无早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这锦衣未查案大呼小叫的 他们能查出什么来啊 不过有一点呢 我想明白了 这次刺杀的动静这么大 说明反贼 在应天府里一定有靠山 要不然这么多的兵器和人马 怎么进得成啊 你果真能这么想 你果真能这么想 我就放心多了 谢了 老和尚 你 对了 还有个有意思的事 回头我再告诉你 我先搅他个满城风雨 你的那些奇谈怪论 少说几句 怎么是奇谈怪论嘛 这明明这场自杀就是个小话 有人是要拿我们的脑袋去说事 你看 这入城仪式办那么大 车里却没有人 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呀 黄远南他不知道吗 他要知道还让我们这么干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少说两句 我想不通啊 想不通也得想 你是谁 他们是谁 我是输毒的不多 自古刺杀皇帝能成功的人 我还没见过 好好想想自己 那这仇就报不了了 世上就没有静难遗孤的活路 我就不信了 你给我站住 你们这些静难遗孤 没有皇爷的保护 谁能活着离开应天府 你一条孤命丢了就丢了 我呢 我受你父母之托 养你这么大 我就看你白白去送死吗 爹 我还不如当初不救你了 爹 明天你去见那个锦衣卫 皇爷让你 杀了他 两条街都滚到咒湖了 你想什么呢 两条街都滚到咒湖了 这只剑不是我们的 是锦衣卫的 明天一去 有万分凶险 我替你去 我替你去 爹 我觉着自打我们进了这应天府 就跟案板上的一块肉一样 这么多年的兄弟说死就死了 几名位都把剑扔到这儿来了 他们早就盯上了 这回您要是替我去 下一回呢 我跑不掉了 天下之大 无处存身 明天我自己去 我要是死了 爹 你就赶紧跑吧 胡说 天语轩有三层楼 锦衣卫这些人 一般经常相聚在第三层楼 一路茶喝酒 想必那个人 就会在那儿等你 你从正门一进来 我们的人就会看得了你 只要这第一壶酒应付过去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壶叫转心壶 这样一转 再倒上去的这杯就是毒酒 这杯酒入侯即死 非要他死不可吗 怎么 他不应该死吗 好 姑娘果然是言而有心 请 今日就由我来做一个小小的东道 你我临风饮酒 岂不快再 请 大人盛情相邀 我不敢不来 我也想捅 谁能做什么 真是朽草若惊啊 只是 还不知道大人名姓 倒是我貌什么 萍水相逢 不必说明信 请 这可是秦淮河的佳酿 芙蓉春 涉水采芙蓉 所思在远道 实不相瞒 我不止一次地暗访过上品古丸行 可从来没见过你 我刚到此地啊 我来投奔父亲的 姑娘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何故投奔之子 我爹在这里开一间古丸行 我娘去年年底病逝了 封母之命来京城的 你父亲在应天府里 到底是做什么的 开古丸行当然是卖古丸的 那只弄剑 你做何解释呢 我自小是与男孩一起长大的 我们乡里有上武之风 大家都喜欢耍墙耍棍 射箭摔跤 我爹娘在外面生意忙 我就在家里野了几年了 这回来京城 我就把剑给带来了 我爹还骂了我一顿 把剑全扔了 没想到还掉了一只在地上 我爹娘在外面生意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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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也已经是你 所以我都很好 Shen 我 这是你 Docker 我都会很害怕 他是 soul 跟你都走 これは戒腹 小姐阵 莲小姐 及格 preguntas 真是很 telling 大人你要是觉得我有嫌疑 你查我便是 说得通透 一推六二五什么都没有 孙若微 山东邹平南异相人 二月十二的生辰 父亲孙渝 母亲孙礼氏 是难以乡里百万针的 这些是我昨日派快马千里追踪查来的 你都查清楚了 那是自然 锦衣未办了天下第一大事 没人敢代办 掌柜大石潭芙蓉春 这些个兄弟 我请了 查清楚就好 可惜我不相信 你一个姑娘家随随便便与人出来喝酒 好大的胆子啊 我和我爹说 这祸是我闯的 我自己去会一会这位大人便是 大人 您办案一定明察秋毫 绝对不会冤枉我的 对吗 再说了我这一姑娘家家的 也不像是会跟造反的事的人呢 看着也不像对吧 看着也不像对吧 请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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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像是 连测 不像是 我 是 哦 时 我能跟你打个赌吗 赌什么 我赌你不敢从这里 直接跳到下面船上 我要是赢了呢 你要是赢了 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我赢了反倒欠你的 天下哪有这样的规矩 听好了 今天不管输赢 你都得把所有的事情 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先从楼下那群人说起 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 这是八宝转星湖 中藏独角 可怎么个转发我就不知道了 还请姑娘演示一下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算了 你何必这么 何必这么废话连篇 要杀就杀 什么八宝转星湖 七宝转星湖的 我一概不懂 好 我赌你不敢喝 我赌你不敢喝 你不敢喝酒了 可这杯酒 你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 若是心中无愧 就饮下去 我若是赢了呢 你赢不了 好 死人是没资格提条件的 我 若祝你 不会让我死 可否就在古安华 我已经早就没命了 你这样的女人 我头一次见 你们上我们串上来干什么 吹打起来 少爷我要游湖 开始 开始 吹打 散 云兴 再说 敌 敌 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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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 嘻嘻嘻嘻嘻嘻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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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安排好了 在里边等着呢 怎么还不来呢 可能什么事 听说来头大大 胡大人来了啊 来来来 来来来 让开 让开 走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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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马廖 你俩贼溜溜地看什么呀 我这个妹妹呀 可是胡尚仪的养女 永乐六年 才十几岁就在御前 当了女官 论当行出色 你们可谁都比不了 她这么大的后台 早晚要接胡尚仪的班 今儿哥几个 可是来着了 哪儿是 来着了 这俩你要是看上了 都可以带走 河北人 在少书房负责撒扫 你要都带走了 小心有人跟你干仗啊 马三 马四 小明儿金服银服 是燕王在云南评探期间 把他们带回来的 人特别地忠厚老实 现在在御膳房 专门负责灭爱 都是苦命人 往后想吃啥 跟俺说 对 都是苦命人 我说金大棠 我记得扭队似的 你来干吗 瞧您这话说的 我这不是给 新梅姐您捧场吗 再说了 要是胡姑娘看上咱了 我回去就差伙 你来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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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我这是捡了两只 废猫笔 切着玩玩 金大头赐路上书房的时候 那可是会吟尸作赋的 有一年下雪 皇上性质颇高 金大头不就吟尸了一首吗 其中最出彩的那句 是什么来着 花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你去哪儿啊 等等 笑死我了 你怎么那么快干吗呀 你就弄这些 没脸没皮的人来见我 我不听了 你是真正经还是假正经啊 我呸 哎哟 你这样子跟胡尚义个真相 咱们是姐妹 我不能不帮你 这是你自己说要找的呀 那也不能这么没脸没皮吧 多少老成一点 你喜欢老成的 有 婆她 我赢了 总要有个彩了吧 你想要什么 带我去个地方 好 打今儿起 诸位也不用在这儿干了 这不是皇上回京了 我把这监国的差事 也就交出去了 诸位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太子爷 辛苦了 太子爷 太子爷 等一等 谢先生 感谢你帮了我这么些日子的忙 这乌易为报 这个还请你收下 太子赐不敢辞 如此便多谢了 谢先生 您是个有才之人 这以后 还是少跟着我旁边受连累吧 等着皇上生过这阵子气 想办法 把你外放到边疆 做个地方官磨练一下 也好替国家 储备重臣 太子爷是不是非常担心 皇上最近有费力之举呢 我看把所有奏折调走 也不是什么坏事 皇上想看看您的执政能力 他心里拿不定主意 这事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献给皇上一幅画 皇上兴许看了 就能回心转意了 金茹年龄是大胆大 但人老实可靠 靖娜的时候 在皇上身边护卫 胸口腿上都有剑伤 皇上就不让他干活 安置了一处小院给他养老 盼人伺候着 三十两节都有赏赐 他呀 都拿最大的一份 人头叫他二主子 要不是你的身份 我都不敢把你带过来 要不是你的身份 你自己想清楚啊 如果还交情的话 你就别进去了 知道了 老爷子在吗 新梅姐吧 我爹刚睡下一会儿 让姑娘先坐下吧 来